李景亮的比赛终于确定,这一次他的对手是巴西人卡罗斯普拉特斯,比赛地点在澳大利亚,比赛时间8月18号UFC数字赛第305期,为什么UFC会安排这场比赛? 因为普拉特斯就出生在澳大利亚,他的家人也在澳大利亚,作为多次打出精彩表现的超新星。 UFC为普拉特斯在自己的第二个家乡,安排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,说白了就是把李景亮当成了便宜垫脚石,送给了普拉特斯, 让普拉特斯在父老乡亲面前有面子。 简单了解一下普拉特斯,噩梦普拉特斯1993年出生,今年30岁,身高1米83,B站1米98,他的静态数据比李景亮要略胜一筹, 特别是他的B站比李景亮长了15厘米,年龄也比李景亮年轻6岁,他在进入UFC之前,打过上百场踢拳比赛, 是一名战力打击的高手,战力风格以泰拳为主,中远距离的暴击能力特别强,缠倒水平跟李景亮半斤8厘, 但防摔做得不错,普拉特斯去年才通过大拿挑战赛,签约UFC, 今年的2月份首秀KO对手贾尔斯,6月份再来到UFC的第二场比赛,就KO了6连胜的拉特克。 恩里景亮的这场比赛,相当于是他来到UFC的第三场比赛, 普拉特斯目前保持着9连胜,并且这9场比赛里,其中有8场通过KO对手获胜, 职业胜要赢下的19场比赛里,只有2场打到了叛递,他的暴击能力非常出色, 但他的抗击打区远远不及李景亮,职业生涯被KO过两次, 而李景亮的职业生涯从来没有被KO过,这场比赛李景亮如果不选择打击战术, 而是选择近身拼拳换戏,我认为李景亮还是很有可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, 这场比赛对于李景亮来说,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阔别赛场近两年, 并且今年已经36岁了,李景亮目前的竞技状态仍然是一个未知数, 但我相信李景亮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分,才接下这场比赛, 相信李景亮会以一场精彩的胜利,重新回归八角龙, 让全世界见证真正的中国力量,那么你期待这场比赛吗? 最近在美美,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